荷花玉兰与玉兰的花期不同 荷花玉兰花期在5-6月 玉兰花期在2-3月 叶片不同 荷花玉兰叶片比玉兰颜色更深更亮 花朵不同 荷花玉兰的花瓣呈椭圆形 玉兰花瓣呈稻暖形 另外荷花玉兰比玉兰更耐寒 荷花玉兰与玉兰的花期存在明显差异 荷花玉兰的花期在每年的5-6月份 正处春季末 果期在每年的9-10月份 而玉兰的花期在每年的2-3月份 正处初春时节 而且同年7-9月份还能再开花一次 果期为每年的8-9月 从叶子上来看 荷花玉兰与玉兰也存在着细小的差别 它们的叶片外形十分相似 但荷花玉兰的叶片更加光亮 颜色为深绿色 而玉兰的叶片为绿色 没有荷花玉兰的叶片亮 荷花玉兰与玉兰的花朵颜色都是白色 仔细观察 它们的花朵会发现 荷花玉兰的花朵呈椭圆形 而玉兰的花瓣呈长圆状倒暖形 如果不仔细观察 从它们的花朵上很难分辨出来 另外 荷花玉兰和玉兰的生长细性差不多 但是两者在耐寒性上有点差别 荷花玉兰可以耐受零下19-40度的低温 相对而言 玉兰的耐寒性就较差 温度在零度以下 就会出现冻伤的现象 荷花玉兰的花朵